这个电视93年 嗨 大家好 我是莱莉 要问如今上海最火的餐厅 那必定是黄河路上的台胜员 没错了 哇 现在这里变成景点了 你看呀 人山人海 不但他家火爆 就连隔壁的国际饭店 也洋洋洒洒 排了将近200米的队伍友 像潘经理 今天应大家之邀 我们早期因为一部繁华电视剧火爆的 黄河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老饭店之一 让我们一起去探谈 他们的菜品究竟如何 别烫 作为初次来时刻 我们最好奇的就是 保总包房到底长什么样子 原来落地窗前不再是红路 而是如今的长江剧场 保总今晚吃什么 干炒河流 这是我们今天的包房 黄木包边的装修风格 非常90年代 菜也基本上以老式的上海家常小菜为主 老板娘非常客气 把我们回忆追溯了 从93年创立 到如今30多年的漫长历史 那吃上海菜嘛 必然是配黄酒最合适 他们其实从爆火之间一直坚持到没涨价 这点还蛮不容易的 特地为电视剧而出的繁华套餐也不贵 1680 那我们今天人多 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些龙虾这类的大菜 那既然是90年代的饭店 基本上都是以老菜为主 醉虾 糖藕 鲮鱼 包括还有好久没见的台条黄鱼 这个真的是勾起回忆的一道菜 好久好久没有吃到 外面裹着厚厚的面粉 里面是绿色的台条碎和一小段黄鱼 魏总鬼朗都要请了88桌的霸王别姬 我们今天也有 那现在虽然是没有当年那么大 但上下五层的面积也确实提量不小 还有保总的好兄弟发小 用在固陵路卖海鲜的陶陶家的高蟹做的葱姜炒 怎么可能少 红烧肉这一看就是老派的做法 不像现在的肉肥瘦比相间 老派的做法一眼望去几乎全是肥肉 而且他们不是家的鲍鱼 是家的黄鱼响 腌过的鱼干更增加了它的鲜味 如果能接受得了肥肉的话 我觉得这道菜还是做的蛮正宗的 还有几乎只有老饭店才有的荔枝虾球 它形似荔枝 咬开其实是虾球 中间还有一网荔枝的汤汁 草头圈子今天有点失水准 圈子不是处理的特别好 这鰻鱼啊倒是挺对位 但我们一起同桌吃饭 北方朋友可能不太接受得了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糖有点像倒翻在菜里似的 那我们现在吃到很多饭店 可能已经做了减糖减油处理 但老饭店可能更多会追求 它本帮菜那种原汁原味吧 这个很明显 就是现代的一个新菜 90年代应该还没有帝王蟹吧 最近刷到这家店也比较多 我也看了一些评价 大家都在好奇 这一波波天的富贵 老饭店到底能不能接住 还是被拉垮拖了后腿 其实凭良心说 一两百这个人均价位 你不会对他有太高的期待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现实的破碎 最多就是来之前 可能会有一些剧情啊 情节上滤镜在心里 但其实更多的 大家来这里 无非是追逐一个梦 一个年代久远的怀旧之梦 这个店是93年 最归煌的时候 正好是94 95 96 97这几年 这些菜也就是说 最近这几年是没有 是90年的菜 洗净千华后 惊觉少华一世 容颜一老 转眼可能是瞬间 也可能是永恒 在这条披载着 无数年少时光的老街上 我们因为一本书 一部剧细碎过往 只愿时光不老 故人不散 青春已久